然后咱们来说两个任务 一个是叫做classification 还有就叫做location 一个是分类 一个是定位 也就是说可以把它一个当成分类 一个当成是一个回归的任务 分类任务其实很好理解 就是说对于一个东西 我把这个东西输进来了 然后你要告诉我 它是属于什么样的类别 location就相当于是一个定位 比如说我想定位到图像当中 所有的物体 比如说把这个狗圈出来了 把这些人也圈出来了 咱们现在就是有两个任务 一个任务是分类 一个任务是回归 那么在计算机视觉领域 其实还有很多个任务 咱们最常见的一个任务 其实是一个detection的任务 detection就是说 它是既有分类又有回归的 比如说对于分类 我们要说它是不是猫 对于location 我们要把这个猫给定位出来 那对于detection 我们既要把它说出来是猫 还要把它的位置给它定位出来 signification就是像是一个语义分解式的 比如说这个图 我可以把这个东西给它框出来 那么这个就叫做一个 signification的一个操作 那对于咱们来说一下 这些任务是长什么样子的吧 就是说 clification它输入什么 它输入的是一张图 然后呢 它输出的就是说 当前这个图 它是属于什么东西的 那我们评估的时候 用什么评估啊 我们评估的时候 使用一个accuracy 就是它的一个预测的一个精度 预测对了还是没对 咱们用它来进行一个评估的 那么这里呢 一张猫啊 我们可以分辨出来 它到底是属于什么类别 直接输入到咱们的分类器当中啊 其实就可以了 这个location啊 location它的一个输入 还是这张图 只不过说呢 它输出是什么 它输出的是这个框吧 就是说这个猫 是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所以说呢 它的输出啊 通常情况下 咱们是让它输出的是一个坐标值 就是这样一个x 还有这样一个y 还有一个w 还有一个h 就是上面这个图 有一个xy 还有一个h和w 那对于这个猫来说呢 我们输出的就是这样一个坐标 也相当于啊 是做了这样一个回归的操作 我们也可以把这两个操作加在一起 加在一起呢 就变成是一个检测的任务 比如说啊 咱们现在要去做一个任务 那么我们在做这个任务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去做这件任务呢 比如说啊 我现在要预测这样一个点 那在预测这个点的时候啊 我们就可以这样去做 我把这个东西啊 先给它 预测一个坐标值 预测一个坐标值 我们指定了一个输出 它是一个box的坐标 那比如说咱们现在啊 给图像的一个 有一个是一个真实值 真实值的一个label值 是在这样一个位置 这个是啊 咱们数据当中给定的 我们首先是有一个label值 它是一个给定的值 就是说有一个真实的一个x和y 还有一个w和h 那我现在要进行一个预测了 比如说我第一次预测 我预测到这个位置 那这个位置 它就会跟我真实值算一个差异 比如说这块有一个x一撇 然后y一撇 w一撇 h一撇 那咱们这个预测值和真实值 时间是不是有个差异啊 我就可以算一下预测值和真实值 之间的一个差异 那么我们用损失值来怎么衡量 损失值就是这个差异 我们就要使得这个框不断的去拟合 这个真实的框 比如说第一次这个位置 第二次我发生液移动 第三次我再发生液移动 第四次 第五次 直到我最终这个框跟真实的框啊 差异越来越小了 咱们这个回归啊 其实它就是一个不断拟合的操作 要对一个原始啊 就是一个有真实label的框 不断经营拟合 找出来什么样的框 跟它的差异值是最小的 这样呢 咱们就完成了这样一个回归的操作 我们也可以用啊 这样一个欧式距离 来去当它一个loss的衡量标准的 那么在这里啊 其实对于一个任务来说啊 我们可以同时对这个任务啊 既做分类又做回归 比如说呢 我们现在一个图像输入件了 我们可以加上很多个卷积层和持画层 最终呢 我们是不是得到了一个特征图啊 就是最终啊 我们有一个卷积完的一个特征图 那这个特征图啊 其实我们是既能拿它去做分类 又能拿它去做回归的 我们可以把这个特征输入到咱们第一个全连接网络 这是一号全连接网络 这是二号全连接网络 只如果说呢 我让这个一号网络和二号网络 我给它的一个loss值是不一样的 一号网络呢 我让它的loss值啊 比如说是一个softmax loss啊 就是说去计算它的一下啊 真实值和预测值的一个label 比如说是一个分类 它是猫是不是猫 比如说咱们之前说 那个概率值的一个loss是怎么计算吧 咱们可以拿这个softmax啊 那个loss来去计算 那么对于回归来说呢 我们可以拿一个欧式距离来去计算 在这里呢 我们对于这个一号全连接网络 和二号全连接网络 虽然来说 它们连的是相同的一个特征图 但是呢 我可以对这个特征图 加上不同的loss 让它帮我去做啊 一个不同的操作 做完这样一个不同操作之后啊 我就得到了两种 两种问题的解决 一个是分类的问题 一个是回归的问题 这两个问题啊 其实我们是可以在同时 去完成这样两个事的 那第一步我们该怎么办呢 一个传统的做法 就是说 当咱们啊 在去训练一个网络的时候啊 咱们可以先去下载好 这样一个模型 所谓下载好模型的意思啊 就是说 首先你需要把这个模型的一个结构 给它定义好 比如说 咱们现在可以用这样一个比较经典的网络 OlexNet啊 VDG啊 或者是谷歌Net啊 刚才给大家说的其中两种 就是说 先把这样一个经典的网络 一个整体结构写好了 就是说 从上往下一个流程 长什么样 然后呢 其实啊 咱们还可以做一个 Funturn的操作 做一个Funturn的操作啊 就是说 咱们在训练网络模型的时候 是不是说 第一步啊 我要去做一个参数的初始化啊 就是说 每一层 就是说 每一个卷积层 它都是有一些权重参数吧 对于这些权重参数呢 我需要把这个权重参数 进行一些初始化的操作 那么咱们在做初始化操作之后啊 它是不是就说 按照这样一种初始化 然后不断去更新了 那其实呢 我们也可以指定 额外的一种初始化方式 比如说 咱们现在要做一个 物体检测的任务 这个任务啊 之前别人做过了 别人已经有一个模型 只不过说 我要检测的物体 可能是我要检测一些 室内的物体 它呢 可能是检测一些 什么物体都有 我们的一个最终啊 一个任务 最终一个分类的个数 不是不一样的 但是呢 我们要做的都是检测物体这个事吧 所以说呢 我可以把人家模型拿过来 所谓把人家模型拿过来的意思啊 就是说 我可以把人家训练好这个模型 把它的参数拿过来 把它的参数拿过来 做什么用呢 把它的参数 当成是我的参数的一个初始化 因为呢 人家这个模型啊 也是用来做一个物体检测吧 那是不是人家已经训练好了 而且效果不错呢 我拿人家的模型的一个参数 当成是我的一个初始化 在这个基础上我再进行训练 它的一个迭代的速度和一个迭代效果 要比我随机进行处置化一些值 肯定效果是要好的吧 那么第一步啊 也就是说 当咱们在训练一个网络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先下载一个啊 人家下载好的这样一个模型 去哪找这样一个人家的模型呢 如果说你用卡费啊 你可以去那个卡费猫头座里边啊 去下这样一个 BGG模型啊 而来斯带的模型啊 用具物体检测 用具很多种操作 卡费猫头座里边啊 有很多个这样的模型 就是卡费啊 就是一款深度学义框架 它是有个开源社区啊 就是GateHub里边 就是一个卡费猫头座 TensorFlow也有这样相同的操作 咱们在GateHub里啊 都可以找到这样一个 奥特的猫头 然后呢 用这样一个猫头 我们进行一个处理化的操作 通常情况下 是比啊 咱们从零开始进行训练啊 效果要好得多的 这是咱们的第一步 第二步呢 就是说咱们现在是不是有一个任务来了 有一个任务来之后啊 我们说 我们现在的一个任务 跟人界的任务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 人界是要做一个1000分类 但是呢 我要做一个10分类 我是不是说 要把这个东西改一改啊 一个就是说 咱们改这个东西 是在全联阶层上进行改的 比如说 人界之前 全联阶层是连接1000个节点 就是说 要预测出来1000个得分值 1000个概率值 但是呢 我现在只需要10个概率值 是不是说 我就可以得到这样10个东西了 或者说 人界最终是预测一下点 比如说 人界是预测 人的5 人的一个5个关键点 一个眼 两个眼睛 一个鼻子 两个嘴角 那我现在 我想加一些东西了 我想把 人的一个什么呢 把人的 反正就是 再加上一些点吧 比方人的轮廓的一些点 再加进来 我想预测出来 其他的东西 反正也是一些回归任务 再预测一些坐标志 这个时候呢 我也需要把全连接上 要预测的一些位置 就是一些坐标啊 再进行一个改变 变成我自己想要的一种结构 也就是说 在全连接层上 我们要加上 我们自己一个新的全连接层了 第三步呢 第三步啊 咱们就是要去迭代计算吧 在进行迭代计算的时候 我们需要指定出来 就是说 当前啊 咱们在进行训练的时候 你用什么样的衡量标准 比如说 你要做一个回归任务 要做一个框的检测 咱们就需要算一下 这是你的一个预测框 这是一个真实的框 你预测的一个框 和真实框之间的一个L2 这样一个欧式距离 拿它当成一个Loss 然后呢 咱们再用一个T度下降 进行一个求解 进行反向传播 最终呢 是不是说 要使得我的一个真实值和一个预测值 越接近越好啊 那么第三步就是说 咱们要实际的去训练这个网络了 训练好了 完了网络之后 我们拿网络干什么 我们就要拿这个网络 去帮咱们做一些事情了吧 比如说 我可以做一些分类啊 或者是做一些回归的任务啊 在这里 我们就把这个图像拿进来了啊 还是输到咱们的网络当中来 训练完之后啊 是不是说 相当于每一层的一个参数都是固定了 这个卷积层所有的一个权重参数 还有全连接层所有的权重参数啊 这些都是固定了 我们只需要拿一个测试图像往出来跑 往出来跑之后呢 这个网络就可以帮咱们预测出来 它的一个类别值 以及呢 它的一个坐标值分别啊 是等于多少的 那么这个啊 就是咱们用卷积神经网络啊 无论是做回归 还是做分类任务啊 它的一个整体流程啊 是长什么样子的 啊 这块啊 咱们这个咱们不说了 然后呢 这个也是比较简单的 咱们也不说了 咱们来说一个东西吧 叫做一个sliding window sliding window啊 其实它就是一个滑动窗口 比如说我现在训练了一个网络 是一个 221x221再乘以3的一个输入 我必须指定好这样一个输入 才能够输到我的一个神经网络当中来啊 这是我们训练的时候 输的是一个221x221再乘以3 那假设说我现在有一张图像 我比这个网络大了 那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啊 咱们就可以用这个网络去做这样一个滑动窗口的一件事 就是说原来你不是257x257x3吗 现在比较大了 这个时候呢 我可以选择出来一个一个窗口 比如说这是画黑色的 这是第一个窗口 然后呢 这是第二个窗口 然后这是第三个窗口 然后最后还有第四个窗口 选择出来四个 这样221x221的窗口 然后呢 让这个21x221窗口分别跑一遍我这个网络 分别跑完这个网络之后啊 我是不是就可以知道它属于猫的一个概率值多少了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种滑动窗口的方式啊 去计算一些分类啊 或者回味任务啊 其实都是可以的 这就是最终一个结果 我们得到了几个概率值 得到几个概率值 我们是不是说 第最后一个窗口 对于最后的这个框 它属于猫的一个概率值是等于最大的 所以说 咱们就可以通过滑动窗口 然后找一个概率最大值 我们就说 在这个位置可能抓到了一只猫啊 咱们要找的是 它的一个最大值是等于多少的 那么咱们现在可以来对比一下 就是说 几种不同的卷积神经网络 它的一个效果是怎么样的 这些啊 其实都是一些比较经典的卷积神经网络 咱在这里啊 可以来看一下 这里呢 有一个AlessNet 有一个Overfit 还有VGG 还有一个ResNet 咱们分别来说一下吧 刚才啊 举了两个比较经典的例子 一个是最早的这个AlessNet神经网络 然后呢 又说了一下这个VGG啊 那一会儿咱们再来说说这个ResNet吧 AlessNet咱们就不说了啊 中间一个过渡的网络 然后对于AlessNet网络啊 咱们来看它的一个评估标准啊 评估标准 它是一个Top5Error 就是说 在一个图像 比如说1000分类的一个图像比赛当中啊 Top5Error就是说 这个物体它就是有五种 它我们选择它的一个概率值 比如说一个输入 一个Input来了 我们可以得到它的一个1000个类别 属于每一个类别的概率值吧 如果说它属于一个类别的概率值 比它 它的一个真实值啊 不在前五个当中 我们看我可以拍回去 真实值不在前五个当中 我们就说它是错了 所以说咱们通常啊 把这个衡量标准放的稍微宽一些 咱们不说这个Top1Error 而是用这个Top5Error来进行一个衡量 因为呢 要分类的这个物体的类别啊 简直是太多了 所以说咱们用Top5Error进行衡量 然后呢 这个AlessNet 还有这个VGG 还有这个ResNet 它分别表达效果怎么样呢 12年是34.2 然后这个14年25.3 然后呢15年啊发生一件神奇的事 直接有这个25.3 直接就降到9了 也就是说呢 在深度学义的世界里啊 咱们这个卷积神经网络啊 是在不断的进行迭代更新的 每一代每一年啊 可以说都有一个当年的杰出的代表作吧 14年VGG当时是火爆一时了啊 15年残差网络出现之后啊 现在啊 用残差网络也是非常多的 可以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个残差网络啊 是什么意思 VGG啊 咱们不是说 它是16层或者19层的吗 这个RestNet啊 这个残差网络 它能干到个100多层 或者是甚至更多的层 残差网络的意思啊 就是说 其实呢 它加上了一些结构 就是说 使得神经网络 可以把层次堆叠的更深 一旦层次堆叠的更深啊 我们它的一个表达效果是更好的 那大家可能问了这样一个事 就是说 为什么这个VGG 你不把它堆叠层更多呢 它不都是一个三乘三的网络吗 我把这个三乘三堆叠个1000层 不行吗 它是有一些问题的 就是说 在没出现RestNet之前啊 也有人尝试过了 如果说 我把这个VGG 按照相同的结构 我堆叠到30层 堆叠到40层 效果不但说 没有提升 反而说啊 它是有下降了 参差网络做一件什么事啊 这里可以大家简单的来画一下 参差网络它学习的时候啊 其实是做了这样一个学习 就是说 比如说这是一个特征图 它输入进来了 然后呢 输入进来之后啊 比方说 这块是一个卷积的操作吗 这块是一个X 就是说 它分了两步往下走 一步就是说 这个X 这个特征图 要走一下这个卷积层 另一部分呢 直接带过来 再跟它卷积的结果 进行一个结合 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大家来想一想 就是说 之前啊 说VGG不能持续的往下跌压进来 是不是说 它效果不好了 怎么样解决 它效果不好 这个问题呢 或者说 它效果不好 是因为什么产生的 因为有堆叠多了一些层吧 堆叠多了一些层 比方说 又堆叠多了一个这样卷积层 它学习效果不好了 是不是说 这个卷积层里边参数并不好 所以说 使得最终接受下降了 但是呢 我把它的一个结构 改变成了这样一种形式 不光我要经过这样一个卷积层 还要把它原封不动的拿过来 然后呢 把它卷积的一个结果 跟它正常的一个结果 结合在一起 来当成一个新的输出值 然后再往下进行 叠加这样一个单元 我们看 这是一个单元 那么整个参加网络 就是说 很多个这样的一个单元 给它叠加起来的 组成一个非常深的一个层次网络 这么做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可以看啊 之前说这个 可能再加卷积层的时候 它效果不好 那我们可以这样解决 就是说 我直接把这个x映射过来了 那如果说 我加这层不好了 是不是为我兜底的 为我兜底怎么办呢 就让这层卷积层 学到参数是等于0 卷积层啊 就会自己发现啊 我加上这个层之后 效果不好了 那么这个层慢慢越学越学之后 这个层就相当于学废了 它就相当于变成0了 那是不是说 如果说 我加在某一层之后 这个卷积效果不好了 我最终学完之后 让它的一个参数 等于0就可以了 因为我这个x 还是可以直接映射过来的 它就会这么学到 这样一个东西 我直接映射过来的 要比你学完效果好 那么你学这个东西 没有用了 对于没有用的时候 我直接给你pass掉啊 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 如果说咱们用这种残差网络啊 就相当于做了这样一个事 我用卷积神经网络 进行学完之后 效果肯定不会比原来差的 因为我直接可以把原始的一个特征图映射过来 最差最差 相当于把所有参数都设成0 相当于我没有去学这么一件事吗 所以说啊 这个残差网络 它是发明了这样一件事 我可以直接把咱们的一个特征图映射过来 最差也是相当于 每笔之前下降吧 相当于做了一个很保守的一个决定 就是说通过这样的方式 咱们再把神经网络层次 给它叠加在一起之后呢 就会使得一个整体的效果 要比之前是强的 也就是说 为什么VGG 咱们不能叠加到100层呢 因为它的一个架构 跟ResNet是不一样的 ResNet采用了这种架构 这种架构里呢 它不会比原来学的差 最差就是说 把这层选机去掉 不就可以了吗 因为它加上了一个同等映射 直接就可以把我这个X给它映射过来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残差网络 残差网络是一个比较牛逼的东西 我们看 从25.3直接下降到9 这个下降速度是非常快的吧 所以说啊 现阶段用残差网络还是比较多的